充满阳刚气息的泰国人查理特 其实是一名变性人 他到一家诊所进行寄宿治疗后成功变性 不向其他人资格尔服用药物 这家诊所希望可以把这种寄宿治疗扩展到全亚洲 以帮助更多人解决性取向困扰 如今变性后的查理特可以像平常人那样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2月20号 五级风暴横扫观光圣地太平洋岛国斐济 携带阵风时速接近300公里 严重破坏当地的房屋和树木 至少由一人遭碎片擦死 强烈热带气旋 温斯顿是斐济史上所遇过的最强风暴 当地政府宣布进入迁灾紧急状态 为期一个月 纵火焚烧 主色交通 这一场场大骚乱是由印度北部一帮叫做贾特的种姓群体引起 冲突已造成三人死亡 七十多人受伤 军队也已受派遣维持秩序并实行宵禁 据之这连日的大骚乱是由于该种姓群体向政府要求福利政策失败后不满而爆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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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